十三世纪时 蒙古韩国如龙卷风一般 从亚洲中步行脊席席卷了整个亚欧大陆 金国 西夏 西辽 阿拉伯 罗斯 花辣子摩等强大国家纷纷被征服 蒙古在征服的土地上建了四大韩国 当时的欧洲人将蒙古人的征服叫做上帝之鞭 在蒙古兴起的几十年几乎是无敌道 然而1259年 蒙古大韩蒙哥却在钓鱼城之战中战死 这是蒙古自建立以来最大的失败 而蒙哥的死迅速改变当时的政治格局 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蒙哥在位期间 蒙古对亚欧大陆的征服战争已经全面展开 在欧洲 拔都征服了斯拉夫人 占领了广阔的东欧地区 其前锋直达匈牙利 拔都在东欧建立了惊战韩国 在西亚方向 1253年蒙哥之地蓄列物 率军进行第三次行政 相继灭了西亚地区的波斯 阿拉伯阿巴斯王朝 阿尤布王朝 并准备进入非洲埃及 当时许多欧洲的东罗马 法国等也准备和蒙古军队联合进攻埃及 在东亚地区 蒙古南下的进程加快 1252年 齐帝忽必列从青藏东边迂回南下 两年后灭了大帝国 实现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 1258年 高丽国王臣服于蒙古 成为蒙古的藩属国 之后 蒙古便集中精力来进攻南宋 当时宋蒙对峙的地区 主要集中在西线的秦岭大巴山一线 四川成为了南宋防御的重点 南宋任命渔界为四川安抚制制使 总管四川地区的防护 渔界在四川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如隔除避震 青瑶伯父 整顿军纪 除暴讲协 当时的波州主杨文相 献上了保守三册 被于皆所重视 其上册是将四川制制私筑地 北移到北川一带 夺取大巴山一带的武修官 仙人官 七方官 距离于国门之外 中册是在四川水路要道 建立相呼呼应的山城水寨 进可攻退可守 下册是在四川实行交渡政策 将四川百姓全部转移到云贵高原 居高临下建立长江防线 渔界采用了其中的中策 决定在四川地势险要的地方 建设山城水寨 1236年 蒙古军队攻陷成都 西南地区的局势十分危急 杨文派遣播出的 然氏兄弟 前往重庆 帮助渔界出谋划策 两人向渔界提出 长江行胜之地在钓鱼山 钓鱼山 厄家临江 渔江 福江之口三面临江 沿岸陡峭一守南宫 并建议迁徙河州城于钓鱼山 积蓄粮草与首 远胜十万大军 如是悉数可保 渔界接受其建议 任命燃进为任河州之州 燃浦为河州通判 开始修建钓鱼城 1242年 钓鱼城完工 这座军事防御体系 有城池十多座 可以储存大量粮制 容纳近二十万的军队 1253年 渔街被当朝宰相迫害 含冤而死 而燃氏兄弟也卸之回乡 不久去世 不久他们见识的钓鱼城 注定会被记载于青史 1254年 星元府都统王坚 接受了钓鱼城的防务 他对城墙进行大规模修补 并且开局水井92处 使得钓鱼城的防御能力进一步提高 1257年 蒙哥发动全面灭送战争 蒙古军队的进攻路线分为三支 其中忽必烈进攻湖北一带 温良河台从云南向广西方向进攻 而蒙哥则率领主力进攻四川 三军的计划是在湖北一带完成会师 顺降而下 攻击临安 1258年7月 蒙哥率领兵四万盟军 从自六盆山南下 分兵三路进攻四川 到了年底 已经贡献川西川北的大部分地区 此时钓鱼城就成为了盟军其境的障碍 蒙哥先派翔将晋国宝前去招降 结果被王坚所杀 由于钓鱼城地势险要难以攻陷 蒙古军队在1259年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 商讨进攻策略 当时数数忽理主张绕开钓鱼城 直接与其他两路大军会合 但是这个建议却被否定了 蒙哥和大部分蒙古将领都相信 能够攻陷钓鱼城 最后蒙古军队实行了最稳的战略布置 先攻陷钓鱼城周边的城池关崖 使钓鱼城成为孤城 然后再进攻钓鱼城 战斗打响后 蒙军按照既定战略计划进兵 托雷之子莫哥和叶拉突鲁雄 进攻钓鱼城北部的里义山城和平良山城 杨大渊袭击河州旧城 切断钓鱼城和旧城的联系 纽林率军前往弗林阻断送军增援部队 经过一系列的战斗 蒙古军队切断了钓鱼城和外界的灵系 准备实行了围攻 1259年2月 蒙哥率军进驻石子山楂营 开始督战总攻钓鱼城之战 但是钓鱼城的坚固程度远远超过蒙古人的想象 蒙军各部蒙攻钓鱼城的一字城墙 镇西门 东西门 骑顺门 镇西门 小宝等 军遭到了失败 战斗从2月一直持续到了4月 钓鱼城的依然坚挺如故 蒙军的攻势依然毫无进展 蒙古军队的粮草供给也逐渐困难起来 而钓鱼城内的粮食依然十分充足 钓鱼城的首将甚至向蒙军投出了鲜鱼干饼 以表示钓鱼城物资充足 坚守十年也不成问题 面对如此困局 蒙哥再次召开军事会议 数数呼吏再次提出绕过钓鱼城的建议 依然未能被采纳 战争持续到了6月 由于天气越来越热 蒙古人已经难以适应四川高温的天气 出现大量的熟射 虐历 霍乱等疾病 与此同时 南宋的救援部队成功突破盟军的防线 四川治治副使吕文德率战船万搜 沿着长江北上突破蒙古人的封锁 使得河州重新和外界取得联系 而王坚又经常率军夜袭盟军 导致盟军疲于斑命 斑疲不堪 几乎陷入绝望 此时 蒙哥希望能和钓鱼城的守军决战 但是王坚却坚守不出 令盟军无可奈何 到7月 蒙哥下令军队制造大量的工程器械 准备进行最后的攻进战 并在钓鱼城之外建设楼台 以方便观察钓鱼城中的虚实 如此 钓鱼城最后的决战就要展开了 这是一次关于南宋王朝生死攸关的决战 而后 工程的决战打响 蒙哥亲自都市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候 蒙哥居然被宋军的炮石击中 身负重伤 蒙古军队被迫撤退 蒙哥在撤退中去世 至此钓鱼城之战结束 蒙哥面送计划彻底失败 而南宋得以延续 此后直到1279年 36年间 对于蒙古大军来说 钓鱼城就是他们的眼中钉 肉中刺 是他们战无不胜神话的终结者 更是他们噩梦之城 伤心之地 36年间 在蒙古铁骑无数次的疯狂进攻面前 钓鱼城迎城固守 百战迷奸 1259年 蒙古大韩蒙哥亲率十万大军进入川峡色路 玉校西进面无之法 先取长江上游 然后水师顺江东下 配合陆路平定江南 然而 大韩蒙哥统帅的蒙古大军横扫四川 周围郡县相继陷落后投降 只有孤独的钓鱼城 沧海横流中 尽显英雄本色 始终无法攻陷 6月 蒙军总帅汪德成被城中火炮击毙 7月 蒙古大韩本人被城中火炮击伤 而且回营伤众不治而死 一座恶首在嘉陵江上 面积仅2.5平方公里的钓鱼城 成为彪悍的蒙古大军 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 蒙哥嫁碰之后 为争夺皇位 各路蒙军纷纷回到草原 这使得南宋的历史又延续了20年 也使得蒙古西征的高潮至此终结 在蒙古铁蹄蹂躏下 深吟的中亚各族 文之恶首称庆 留下于记名言 上帝的鞭子折断了 在36年的攻防战中 宋军除了地理因素得益于两方面的优势 一是水军 伊自成和水军码头表明 钓鱼城当时拥有一支轻型内核舰队 至少可以在这36年中间的很多时间里 保持着嘉陵江水上通道的长通 使钓鱼城得到战争物资的补充 同时也可以协助收成 而在宽阔的嘉陵江上 蒙古铁骑显然没有优势 宋朝水军是比较强大的 无论是与金国军队 还是蒙古军队进行水战 都有一定优势 蒙古军队只是在南宋叛将刘整的建议和参与下 才开始发展水军 而钓鱼城水军舰队机动 灵活快速战斗力较强 与城防部队相互配合 使得蒙古军队无法在嘉陵江水面上做文章 二是火炮 在1259年的攻城高潮中 蒙军总帅汪德成被城中火炮击毙 蒙哥大汗本人被城中炮火击伤而死 表明蒙古军队当时在火炮方面也没有优势 十三世纪蒙古军队西征 在与阿拉伯和欧洲军队作战中 就开始使用火球火炮火药剑震天雷等火药武器 当时阿拉伯和欧洲还不知道火药武器为何物 这之后火药和火药武器开始传入阿拉伯 后又由阿拉伯人传入了欧洲 因此蒙古军队依靠火药武器占尽了攻防优势 而宋朝最早应用黑火药于军事 火药武器的性能应当是领先的 凭借险要的地势和强大的火炮优势 是钓鱼城居民屡屡打败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的重要因素 水军和一字城使得钓鱼城在北西南三面都相当安全 基本上只要面对东面从陆地上来的攻城压力 而钓鱼城中居高临下的火炮 又使得蒙古军队从东面的仰攻极为困难 蒙古大汗就是为了更好的视察前线军警 在登上钓鱼城新东门外一座叫做脑顶平的小山丘石 被城中火炮击中的 钓鱼城最终的剃手是一次体面的和平 1279年蒙哥继任者原始组忽必烈几乎已经攻占中国全境 但钓鱼城仍在宋军民手中 这时南宋已无力回天 谁都看得出再打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为避免城中居民百姓受到伤害 首将王力在忽必烈答应不杀城中艺人的条件下 放下武器自愿终止抵抗 钓鱼台归原之后 援军也没有执行20年前蒙哥临死前留下的 要对钓鱼城若克子城党者城扑斥而进出之的遗嘱 值得特殊的是 钓鱼城首将皆中干一旦 七城后首城的36名南宋将军 没有一个人祈求怜悯 而是全部选择拔剑自吻 就在钓鱼城和平中战后一个月 陆秀夫背负着南宋最后一个皇帝 在崖山倒海而死 大宋王朝就此灭了 钓鱼城之战彻底改变亚欧大陆的政治格局 由于蒙哥忽然去世 蒙古内部发生了以忽必烈和阿里布格为中心的 韩味争夺战争 这场战争持续了四年之久 这场战争使得蒙古迅速分裂 金战韩国 查核台韩国 沃阔台韩国 均支持阿里布格 而叙列物则支持忽必烈 并建立了伊尔韩国 忽必烈取得胜利后 其他的韩国都不再贴命于中央 事实上已经独立 至此蒙古帝国宣告解体 蒙古的分裂遏制了蒙古西征的步伐 挽救了欧洲和非洲 准备进攻埃及的叙列物 听说蒙哥去世后 随即放弃西征 扇领大军中规 叙列物留下 驻守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军队 后来被埃及军队击 此后 四大韩国为了争夺土地不断发生战争 蒙古人的西征于是结束了 因此西方人称 钓鱼城之战拯救了世界 蒙哥去世之后 比较认同汉文化的忽必烈 取得汉卫之争的胜利 建立了元朝 忽必烈改变了过去蒙古 烧杀强烈的政策 实行汉化政策 这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也有利于黄河流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276年 忽必烈灭南宋 实现了对中国的统一 钓鱼城之战士的忽必烈充分认识到 西南地区地形的险要 在南宋灭亡之后 他并没有继续蒙哥对西南地区的强攻政策 转而实行怀柔政策 蒙哥去世前曾立下遗嘱 要屠杀钓鱼城内的居民 而忽必烈则答应不杀钓鱼城中一人 1279年 钓鱼城首将王力开城投降 对于贵州高原上的波州等地方政选 元朝吸取了钓鱼城的教训 不再进行强攻 实行招响 并且建立吐司政策 不进行直接控制 因为要是这些限分构的